第一個你先找到那個 大樂透歷史 Google一下 大樂透歷史 第一個的話會找到那個樂透雲 其實樂透雲裡面的話還有一堆啦 什麼威力彩 大福彩 一堆彩的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他底下有頁數 1到16頁 所以呢 你如果點1的話 特別注意喔 他上面的那個 規則喔 你會發現喔 其實 很多網頁本身就有規則 這個規則的話呢就是如果你是點第1頁的話 他這邊會有個index page等於1 有沒有 那如果你點第2頁的話呢就index page等於2 第16的話就index page等於16 有沒有啊所以呢其實齁 你只要在這個網址上面怎麼樣 跑個回圈就好了 For i 等於什麼啦 1到16 他就會一直變嘛 那每變一次的話那個網頁 網頁的網址 有沒有如果把他變2的話 他就會這邊輸入2 Enter 他就會去抓 2017的 下一個page 那依實類推啦有沒有這邊改成3 甚至改成16的話 最多只有16 16Enter 那他就會抓那個 2004的有沒有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只要錄製聚集 抓第1個page 然後第2個的話呢跑個回圈 For i 等於1到16 那就會 再更改有沒有更改哪一個 更改那個index page後面這個數字嘛 對不對 他就會 抓下一頁抓下一頁 但是 還有第2個問題 如果你要放在isail 是第1個page 下面放第2個page 那如果你每次都放 放在最上面他會一直蓋 蓋掉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讓他往下放 往下放 所以要解決兩個問題 一個回圈 一個往下放 兩個問題解決的話 那 這個就自動全部下載了 因為 只是 開個頭啦 因為剛好 之前有跟各位提過 樂透彩 廉伸大樂透 所以呢我們第1個要怎麼做 1 請你先 因為你們現在好像沒辦法練習 我demo要回去你們再練習 第一個先找到第1個page 把這個網址 先複製一下 OK 那複製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做什麼呢 就直接先在那個我們的 Essail裡面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在這邊 先 先彩排啦 再錄製 彩排的話呢 一樣喔 資料裡面有個從web 這個不知道應該各位用過吧 下載網路資料 資料 裡面的web 有沒有 有用過嗎 沒有 好 那 這個功能呢 很好用 主要是幫你抓網路上的資料 好 那我們第1個呢 先把那個網址先貼上一下 剛剛那個網址貼到這個 從web 倒一下 不過前提是要能夠連上那個網頁 這邊會有javascript 按4就好了 是 通通按4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會幫你顯示出來 只要呢 這個網頁裡面 是有 表格的 因為基本上網頁的表格 他就可以抓下來 那他就會怎麼樣呢 幫我把那個網頁的表格呢 顯示一個這樣的箭頭 那我如果下載之後的話呢 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要的資料 在他的左上角會有一個 像這樣的箭頭 有沒有 你要把它打個勾 意思就是說 我要這個資料 那放在哪裡呢 匯錄就可以了 匯錄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說放啊 放A1 按個確定 不過如果 如果index page1 是放A1 那index page2 你不能說也放A1 放A1就蓋掉了 所以怎麼辦呢 放在A1這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的下一列 然後再往下一直放 這樣才OK喔 所以等一下要解決 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把這個A1 改成變數 OK啊待會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喔 他就幫我下載下載 所以喔 我們利用這樣的邏輯 第一步呢 Step1 先 另外再開一個新工作表 Step1呢 就錄製去期 把剛剛的動作錄下來就好了 所以 錄製去期 名稱就打什麼 大樂透下載 第一步喔 彩排完就開始了 OK應該找到功能啦 其實蠻好玩的 蠻有趣的 而且蠻好用的 然後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呢 就是一樣喔 開始錄製了 然後 資料從web 然後呢 把剛剛的這個網址 index page1 把它複製貼到 這個上面來 貼上之後的話呢 他就把它按一下DOT 那他會挑一些錯誤啦 反正就是4就對了 他裡面有Java screen 反正就讓他RUN一下 再來的話呢 他會有箭頭嘛 就選這一個 然後呢 按匯錄 匯錄之後的話 放A1 按確定 好 錄製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在開發裡面把它停止 Step 1 完成喔 錄製聚集 應該沒問題啦 Step 2 切到哪裡呢 切到我們的那個 聚集裡面找到大樂透下載 編輯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錄下來的東西 上面註解拿掉好了 你會發現呢 他實際上是利用那個有一個 query table的物件 他幫你去下載什麼 下載UIL的這個網址 後面就這一串喔 那你各位有沒有看到呢 這個 我現在選起來這一段喔 就剛剛的網址 所以其實你這樣要怎麼樣 把這邊 改成I就可以了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喔 就是在他的下方 Distination A1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1喔 不要把它改成1 把它改成什麼呢 往下追蹤 所以這邊會有兩個地方 需要修改 那理論上呢 我會把錄製的這一段喔 先Ctrl C一下 做什麼呢 把它貼到底下改 改成叫P次好了 因為剛剛只有下載第一頁 那我這邊把它改成P次 所以 錄製完之後呢 再到裡面去看 把這個改P次 P次只要改兩個地方喔 第一個就是 我就是 跑一個 4回圈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是 應該大家都會寫 For I 等於 第1個P次 到 第16個P次 然後呢 再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把剛剛這個Vis 到EnterVis這一段 把它搬到 4回圈裡面 因為我要讓它一直跑嘛 但是這邊的縮排可能要再找 縮排的話呢 把它按一個Tab Vis到EnterVis 讓它 裡面一個接 不然的話看起來 跟4回圈同一接 這樣會看不清楚 那這裡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 I有沒有 1到16 找到In-Page 等於1這邊喔 應該記得吧 改那個I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EndEnd 再移到中間 加個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說呢 我這邊怎麼樣 可以用I來代替 空白一下 好 這樣子 應該沒問題啦 OK 有沒有看得懂吧 這個 就是 它會一直下載 但是如果你現在下載的話 它會一直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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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可以跑跑看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喔 它這邊有個叫什麼 CAMMAN 這現在沒有路 現在OK 這裡面好像 好那我們來跑一下看看喔 如果說我這邊喔 後面Distination沒改的話 那會怎麼樣呢 那我就開一個新的 讓它跑跑看 理論上喔 它應該會 一直疊上去啦 不過好像它這個疊的方法蠻特別的 它變成第一次 第二次蓋上去 它會往右移動 所以會出來喔 怪怪的 因為之前有同學做過 那我把它跑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欸 磁心 有沒有在跑 有沒有 那跑 跑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這樣啦 就是 其實也都全部下來了 但是問題喔 變成說第一次下載在這裡 第二次它就又往什麼 又往右移動 移動移動 變成就是橫向了 但是你 當然你會想說 哇 它這樣子會很麻煩 我們要處理變成說 你要把它 這一段 移到下面 移移 那所以喔 最好的方法是 當我下載的時候 自動判斷 自動往下 有沒有 應該懂的意思啦 只是說呢 你要怎麼讓它往下呢 再來開一個新的 那其實只要怎麼樣 Distination這個 1 要讓它 第一次的話是1啦 可是第二次以後的話 就向下追蹤 那可是要怎麼樣 知道它是不是第一次 所以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呢 在縫迴圈的下面 打一個if 如果什麼呢 如果是第一次的話 裡面完全是空的 那怎麼知道完全是空的呢 我用個最簡單的方式來判斷 就用Range怎麼樣 用A Range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這個 A1 的儲存格裡面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空的 那表示呢 這個 這個工作表應該是都空的 因為A1裡面都空 我是找一個代表 A1是空的 然後呢 做什麼 就是我會多增加一個變數叫R R等於E啊 意思說我 先放在 第一個儲存 第一列就對了 然後呢 Enter 再來的話 L 反之的話呢 如果因為 已經下載過第一次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 R等於什麼呢 直接就向下追蹤 所以我可以從什麼呢 從A1 幫我向下追蹤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呢 向下追蹤的話就End 然後錢刮弧 向下 XL Down 追蹤的話呢 前面寫過蠻多的 這個一定要很熟 記得喔 追蹤到的那一列喔 還要加1 為什麼要加1呢 因為追蹤到是最下面 如果你沒有加1 把最下面一列蓋掉啦 一定要再下一列 對不對喔 然後再End OK 這樣的話 程式呢 就寫完了 好 看懂吧 喔 喔 眼神告訴我 還在那個 啊其實 就是三個 三個步驟 第一個錄製劇 把錄製好的東西 貼到底下 改一個P次 我增加一個FOR回圈 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是裡面空的 那我就 這個R 等於E 就是從這邊開始 反之就是向下追蹤 最後呢 記得把那個 Distination 後面這個E有沒有 把它怎麼樣呢 改成什麼 改成R 所以 在這邊空白 AND R 因為它剛好是 那個字串的最右邊 所以AND R就好了 好 做完了 那做完我們來試一下喔 如果這個 沒問題的話 當然你現在按下去啊 網路上面總共16個page 它就等同是你 點了下面的16 每次就是 點page1 然後複製 page2一直到16喔 我們來試一下給各位看 直接執行 有沒有它就一直跑跑跑跑 一直在閃動 好跑完了 那怎麼知道OK呢 其實你往下卷動 你會發現喔 這邊有沒有 ㄟ 第二個page的 資料在這裡 第三個資料的 配局在這裡 所以呢 Ctrl向下好了 其實就會有1554列的資料 全部下來了 如果你看1554列應該就是全部的資料了 那就完成 全部的資料下的 但是呢 其實這還沒有完工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還有三個問題要解決 剛剛有看到了 其實那幾個問題就是你用眼睛看都可以判斷 第一個是藍寬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要判斷 對 要判掉 所以呢 這後面呢 就是要怎麼樣 對要寫啊 判除列嘛 我剛剛有講過嘛 就是Rose 物件嘛 有沒有Rose 然後呢你就是要反向喔 反向回圈 判除的話記得就反向 就是呢 讓它一直往上找 如果它A欄裡面的資料是日期 那就把它刪掉 那跑到只要第2列就好了 就留第1列就可以了 OK 所以程式大概只有5行 迴圈反向 第二個邏輯判斷 判斷它什麼呢 它的A欄裡面 兩個字是不是日期 如果是日期的話呢 那就把這一列 給刪掉 OK 這個前面有寫過喔 那 所以第1個是欄寬 第2個是刪除 第3個是什麼呢 就是 資料問題 你會發現喔 這邊喔 中獎的號碼裡面呢 它有6個號碼 可是卻放在同一個儲存 那這樣你要 用康義符怎麼看得出來 你一定看不出來 所以怎麼辦呢 你必須要把 這6個號碼 把它怎樣 切開 當然你用圖滑煉鋼這個昏倒 所以 所以 要不要寫VBA吧 可是如果你不要想不到VBA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叫做什麼呢 資料 資料剖析 對不對 如果你不會寫那個程式啦 不然用錄字句集也可以啊 剖析的話 我們 步驟是這樣 就是 假設用錄字句集 1 先把D1 先輸入1 然後呢 拖拉過來之後 都按Ctrl鍵 1到6就對了 把 1到6 這6個號碼 分到這6個號碼 所以你需要給6個欄位嘛 對不對 所以 也不要先放D1 再Ctrl鍵拖拉過來 錄字句集的話 再來的話呢 就是 把這個範圍 從B2 到最下面 所以 Ctrl鍵拖拉過來向下 記得喔 你選喔 剖析喔 一定只能選 你要剖的資料 你不要連那個 之前好像同學都習慣 直接把B籃整個 不對 只能選 你要剖析的資料 這概念很重要 因為很多同學都做錯啦 你要選的是 你要剖的資料就好了 其他 不剖的資料 不要選 藍位不要選到就對了 然後呢 在資料裡面的資料剖析 找到什麼呢 分格符號 因為他中間用什麼分格 豆點嘛 所以你把豆點打勾 然後按下一步 將來目標儲存格呢 改到哪裡呢 改到 D2就可以了 他就會幫你把剖完之後的東西 丟到 D2 D3 啊 D2 E2 一直類推 就按完成 就剖過來了 確定 然後你就把 B欄的資料 把它刪除 最後其實你就可以 把它重新在 那個欄寬再調一下就好了 這個就完成了 不過 細節蠻多的 如果說呢 回去對這個部分有興趣的話 我是建議 你們可以到 我的雲端白板上面 就會有那個 數學函數 然後有那個大樂透 我剛剛講的這些資料 大樂透的那個 在這裡 剛剛講的所有城市 雲端上 這邊通通都有 不過可能就是你們回去要自己練習 額外補充的啦 你可以看到 這邊裡面的話 剛剛寫好的那個刪除列 下面也都有 我是先把那個 城市錄製好對不對 這邊有 然後呢 錄製好修改的部分這邊也有 而且我還特別用黃色mark 我有改的我就把它mark起來 你只要看黃色的部分就好了 然後呢 把它試著做做看 另外的話刪除列 城市在這裡 就只有貨迴圈 加一個邏輯 再加刪除 就這幾行 另外呢 資料剖析呢 這邊也有 剛剛的畫面 還有剖完錄製好的城市在這裡 最後 最後的那個城市啦 所以回去 如果對這部分有興趣的同學啦 因為你們這邊 好像網路 沒辦法連上那個 外部的網站 所以這部分提供你都會參考 好